那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17章的最后一节 首次接受委托时对期出余额的审计 好那我们在考虑期出余额的时候呢 对它进行特别考虑 主要是在这种首次接受委托的时候才有必要 如果是连续接受审计业务的情况下 这种保持业务呢 比如2020年财务报表是我们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 2021年度呢 这个报表又是我们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审计 那么对于2020年的期末余额 其实就是我们2021年的期出余额 2020年的情况 我们注册会计师是非常了解的 没有必要单独的对他做一些特殊考虑 那之前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 在本期审计当中 注册会计师其实也非常清楚 那我们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首次接受委托的时候 对他有一个专门考虑 那考虑期出余额时呢 也同样 我们不是为了去审计上期报表的期末余额到底对不对 我们考虑的叫期出余额 其实关注的是本期报表当中 它包含期出余额 这个期出余额如果存在重大错报 可能会对本期报表带来影响 就我们关注期出余额都是关注它对本期报表所带来的影响 好那期出余额就是期出已经存在的账户余额 简单来说大家看这个资产负债表 比如货币资金它上面呢不是只有一个数字 这个资产负债表上呢 货币资金会有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 这个期出余额常规上就是从上一期的期末余额节转过来的 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对错报进行更正 导致上期期末跟本期期出有所不同 这是特殊情况 好那么期出余额是反映 以前期间的交易事项 以及上期采用会计政策的结果 期出余额与注售会计师首次审计业务相联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期出余额的审计目标 这我们就牢记一个大原则啊 就是你既然审的是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那你关注的就是2021年度财务报表当中的事 你并不关注上一期期末这个报表当中有没有错报 上期期末那这个应该出具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在本期报表当中期出余额的体现 那这个体现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这期出余额存在重大错报 期末余额没错报 这时候我们很多报表使用者看报表的时候 他并不是只看期末余额的数字 他往往会把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的数据联系到一块 去比较理解分析 从而呢做出经济决策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那期出余额如果有重大错报就会影响对报表的理解 因为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 他本身形成了对应数据 好那期出余额是否还有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比如说期出余额如果有错 那会影响报表使用者对他的理解 是因为期出余额跟期末余额成为了对应数据 好那么期出余额反映的恰当会计政策 是否在本期财务报表中得到一贯运用 或者会计政策变更是否已经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做出恰当的会计处理和充分的列报与披露 如果说我们期出余额是用一定的会计政策进行处理的 本期呢对于他这个期末余额用了变更的会计政策来进行处理 就相当于说他是按照不同原则来展现的 这两个数字的联系就会被减弱 那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的一个可比性同样会变弱 如果有变更要考虑是不是有恰当处理 以及有充分的列报披露 所以主要都是考虑对本期财务报表所带来的影响 好那第三部分就是关于审计程序 这个部分以及期出余额存在问题的时候 对我们审计报告可能带来的影响 要特别注意考试当中的题目 首先为达到期出余额审计目标 注册会计师应当阅读被审计单位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以及前任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获取与期出余额相关的信息 应当阅读最近期间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比如我们审2021年度财务报表 就要求我们要去阅读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披露的信息 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现场做这个审计工作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 等我们拿到一个报表以后啊 我会先考虑这个报表 他大致的这个一个数据有没有逻辑上的错误 那我就会拿到上期的这种财务报告 跟本期的期出余额做一个比较 如果说他不存在一些错报更正的情况的话 但上期的这个财务报告的期末余额 就应该截转到本期作为一个期出余额 然后我确定期出余额没有问题了 我再去考虑本期的期末余额的情况 那如果说上期期末跟本期期出有差异 那我就要了解这个差异是怎么带来的 所以我们就肯定要阅读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那前任注册会计是审计这个事呢 如果有审计报告你就看一看 如果没有审计报告 当然就算了 因为有一些被审计单位可能前期是没有要求一定要做年度审计的 所以他每一年都是自行编制财务报表 进行相应的公式就完了 没有这样的审计报告 那你当然就不需要考虑这个前任租首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具体情况呢就具体分析 好 或许与期出余额相关的信息 那接下来实时审计程序时的考虑因素 考虑因素呢 老规矩啊 我们是注意选择题的考察 在考虑因素中 我们要注意他的一些变动情况所带来的后果 比如说被审计单位运用会计政策 那我们会考虑一旦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在本期报表当中期末数据用的是新的会计政策 好 那期出跟期末的这种联系就会被减落 那么他们这种对应数据的可比性就会变差 其实我们看的就是他是否是一贯运用了会计政策 有没有相应的变更 如果有变更 变更是不是恰当 如果恰当 有没有做充分的猎报披露 好 那么账户余额各类交易和披露的性质 以及本期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其实我们对于风险越高的情况 往往就会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 期出余额相对于本期财务报表的重要程度 越重要做的越多 有一些情况下就这被审计单位可能在他这种经营规模 以及说他的业务情况上做了非常重大的变更 所以说期出余额呢 他对于本期报表期末余额本身 他的可比性就不强 那这些都会在我们的付诸中进行披露 那这样的话期出余额在分析报表时作用就被减弱了 但他越被减弱我们可能就没那么关注他 越重要就越多实施审计程序 上期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 如经审计前任注册会计是意见 是否为非无保留意见 如果没有审计呢 本期就要考虑一些重大事项 然后考虑这个期出余额可能对本期有影响的情况 那本期要执行一定的审计程序 这叫如未审 本期要审 当然本期审的不是上期的这个报表 不是审上期期末余额对不对 是针对本期期出余额对本期报表的影响来进行审计程序 如果已经审计呢 那我们一定会做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那这个已经审计的话 我们接受委托前一定要跟前任沟通 接受委托后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跟前任注册会计师去进行沟通 好 那这种沟通以后啊 再来决定说我们对于期出余额还需要执行哪些审计程序 本期也一定会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主要是考虑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在本期是否得到解决 如果说本期没有解决可能会影响本期的报表 所以考虑对本期的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对期出余额需要实施的审计程序 那期出余额它是怎么来的 是由上期期末截转过来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看一看上期期末如何截转到本期期出 这个截转是否正确 如果有差异的话 这个差异是不是因为前期差错更正等等所带来的 就是确定上期期末余额是否以正确截转至本期 或在适当的情况下以做出重新表述 其实通常呢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就是上期期末跟本期期出一致 它是截准到本期的 特殊的就比如说前期差错更正 然后确定更正情况 好 那接下来考虑的就是会计政策选择运用是否有变化 确定期出余额是否反应对恰当会计政策的运用 是否恰当有无变更 这主要是做了一个大前提工作 这大前提工作又是先看期末如何截转到期出 再看看快级政策有没有变化 那这个是否选用恰当 最后我们做一点实际工作 这点实际工作呢 就是对期出余额去实施审计程序 实施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好 这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当中呢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适用 第一个就是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抵稿 在我们接受委托后 可以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抵稿 如果要是真的查阅了这个工作抵稿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前任注册会计师实施了哪些审计程序 这些证据是不是已经充分适当了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帮助 如果你认为啊 前任这个工作做的非常好 他这个证据也非常充分 他还保留了很多被审计单位的一些 这种原始凭证的复印件 能给我们加以证明 好那我可能通过查阅前任工作抵稿 就认为是已经能够确认期出余额的情况了 可能就不做其他的审计程序 这一项或多项是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来决定的 好评价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是否提供了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那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可能同样啊 能对期出余额提供一定的审计证据 比如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就发现 他有一个在建工程 这个在建工程呢 他在本期啊 他持续进行建设 所以说我们在本期审计当中 就对这个在建工程的相关资料 包括说当时签订的这个在建工程的合同 那去获取 因为我们上一期在建工程在实施建设 那本期他在建工程还在继续建设 我是首次接受委托 所以说我要考虑 这个在建工程 它是怎么回事 对吧 那我就会找到这个在建工程相关的一个合同 他可能签订就是在上一期 或更早的时间去签订的 好 那我拿到这个合同 是不是也可以对上一期的这期末 也就是本期的期出的这个情况 提供一定的证据 他也可以同时啊 为期出余额提供一定的审计证据 所以本期实施的某些审计程序呢 他不仅是跟本期相关 也有可能会提供到我们上一期的这种审计证据 就像我们在审计中 比如他有固定资产 我们往往就会检查他固定资产相应的一些全署证明 比如像房子 我们会看他的房屋产权证明 像车辆呢 我们一般都会查这叫车辆行驶证 好 那这些资料我们拿过来以后 你可能就会发现 这个房子他已经持有好几年了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知道 他期出余额当中 所涉及到固定资产房屋的那个金额 大概的一个情况 他也能提供一定的证据 对吧 那他就可以成为同时为本期 又为期出余额都能提供审计证据的一些 这种审计证据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针对期出余额的其他专门程序 可以针对期出余额 有针对性的设计一些专门的审计程序 好 那我们第一个是关于查阅前任的工作底稿 查阅前任工作底稿呢 特别注意的就是 如果注册会计师利用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也不减轻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说你要不要用前任工作底稿 必须要通过一个严谨的职业判断 所以说这个严谨职业判断呢 就是你看过工作底稿以后 你要考虑前任注册会计师 有没有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毕竟啊 对于我们审计来讲 我们要求注册会计师有独立性 有专业胜任能力 这是我们对于审计项目组的基本要求 但你对于前任注册会计师 也考虑这个相应的方面 同时呢 前任注册会计师给你看哪些工作底稿 是他自己来决定的 对我们这个底稿看的到底是否是完善 他给你的这个资料到底有没有问题 他有没有保留 这我们都要跟前任沟通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的考虑 其实查阅前任工作底稿 如果说确实认为前任做的非常好 可以利用 那本期其实可以少做很多工作 那我们正常来说 第二条讲的是在本期实施审计程序 那给期出余额提供证据 这个本期实施审计程序 给期出余额提供证据呢 主要是我正常在本期就该执行这个审计程序 只不过这个审计程序 同时证据能够给期出余额也带来一定的证明力 那我们属于正常在本期就会实施的 不用单独的去给各位同学展开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针对期出余额的其他专门程序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区分 就是它是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还是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负债 一定是两个角度 因为对于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往往它周转的比较快 账期也比较短 这时候呢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就可以通过 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获取部分审计证据 那本期这个审计程序 怎么获取部分证据呢 首先对于这个应收账款的收回或者应付账款的支付 如果说本期应收账款的收回或应付账款的支付 为其在期出的存在权利义务完整性准确性计价和分摊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假设说啊 他这个期出余额中有应收账款500万 那这个应收账款500万 在本期全部都收回了 然后有这个资金路障 有相应的支持性凭证 那我就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真的有客户欠了500万的话 你这500万没有人给你啊 就不会带来资金流入啊 对不对 能收回就代表前期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应收账款 真的有应收账款存在在这个报表上 有客户欠钱 所以说你在本期去检查他应收账款的收回 能够验证期出余额是真的存在的 好 那么同样的 你像应付账款的支付等等啊 都是可以帮我们验证期出余额的情况 所以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而就存货而言呢 咱们最主要做的一个程序叫什么 叫存货监盘 那我们既然做的是存货监盘 咱们当时还说呢 那你针对期末余额都没有办法直接就在12月31号 这个报表截止日 刚刚好那一天就去做存货监盘 现实当中我们都是在这个报表日后实施监盘更多一点 如果我在报表日后去实施存货监盘 要做什么 就要把它倒推回资产负债表日 来考虑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的状况 对吧 那好 那这时候呢 如果是期出余额审计 因为委托时间之后 有一些情况下 我们承接业务可能比较早 比如我们想审2021年度报表 可能在这个2021年初就承接这个业务了 等到2022年年初再来实际开展这个业务 那如果提前就承接了 其实在2021年这个年度里 就可以适当的去安排一些审计工作 有一些适合提前做的 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做掉 那如果接受委托时间之后呢 我要审2021年度报表 结果我在2022年的2月1号才接受委托 这时候我们要对存货实施监盘 他就不太可能对上期期末存货实施监盘了 时间呢 也特别远 而本期对存货期末余额实施的审计程序 几乎无法提供有关期出持有存货的审计证据 什么意思啊 咱们在本期啊 对存货实施的审计程序 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存货监盘 这个存货监盘 我们把它推到了期末这个资产负债表日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存货的计价 那存货跌价状况等等 他考虑也是在期末这个时间点 存货是否存在跌价的情况 来考虑存货计价之类的问题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考虑的 都是针对期末时点的状况 期出余额我们不知道 那可能就有必要考虑考虑 期出余额怎么办了 因此有必要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其实很简单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过存货监盘了 你把它倒推到了本期期末 那你可以继续把它推 往前推推到期出 你对这个从期出到你实施 监盘时间这段时间的变动 进行一定的检查等等相应的审计程序 把我们这监盘时间一直往前推 推到期出确认期出余额的数量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期出的时间点上 就要存货计价的相应问题 最终才能确认期出余额存货的情况 对吧 所以说这我们具体考虑中啊 就像存货这个审计程序 往往是很有针对性的 你不单独的多做一点工作 那你其实只针对期末获取了审计证据 好 那么这有特殊情况 下列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可以为存货期末余额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好 这里虽然说的是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但你要考虑怎么算是获取了充分适当证据呢 但我们存货的考虑中一定是有数量 有价格才知道我们存货账面记载是否正确 但我们就要考虑数量跟价格缺一不可 键盘当前存货数量并调节至期出存货数量 这老师说的 咱们键盘以后 那把从期出到键盘时间这段时间里的变动 进行一个检查 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 把这个键盘时间倒着推回期出去 确认期出的存货数量状况 OK那A部分是我们针对数量的部分 接着对于B B这一条呢 我们讲的是关于期出存货项目的计价 因为你在期末时点存货的计价和期出时点存货计价可能不一致 因为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是不是市场环境不同 那可变现净值有差异等等的考虑 那你再去调查调查 这期出存货的一个计价问题 好那B就是我们计价问题 A和B是不是都一定要考虑 才能为期出余额提供充分适当证据 一定要考虑 如果你只做一个嫖结监盘 那你只确定数量没确定金额 这肯定不行 所以说我们第一条和第二条往往都是应当都要做到的 然后对于我们第三 对毛利和存货截止去实施审计程序 比如我们对于这个毛利啊 你就可以了解到它的一个销售状况 毕竟你截转这个成本是通过存货销售来截转成本 那存货跟毛利是息息相关的 像存货截止这块 有考虑有没有跨期等等相应的问题 这就有选择性的去做 那根据实际情况有必要就实施 没必要呢可以不实施 所以这ABC三条A和B应该是都要考虑到才行 有数量有价格 C呢这个毛利和存货截止 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去实施审计程序 好第二是对于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的审计程序 做策会计师可以通过检查形成期出余额的会计记录和其他信息 获取审计证据 很简单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形成期出余额的这些资料呢 可能是长时间会有所保存 比如说他有一个长期借款作为非流动负债 这个长期借款呢 他存在说在本期可能已经把款项还掉了 就是期出你看啊 他有一个长期借款 那写的是三千万 然后对于这备审计单位呢 在本期把长期借款做了一个提前还款 因为我们说一般的借款 其实是默认有提前还款权的 他有提前偿还 本期期末就是零 那本期期末就是零以后啊 我们在这个考虑期出的三千万的时候 你就可以专门去获取一下 当时有关这个借款的借款合同 然后当时这个借款呢 他流入的这个资金的流水回单 对吧 我们可以找对账单上相应的资金流水 来确定他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借款发生 所以就可以找着形成期出余额的会计记录 其他信息获取审计证据 然后专门去找一下当时这个借款合同 以及相应的资金流水等相应证明 在某些情况下呢 注册会计师还可以通过 向第三方含证获取有关期出余额的部分审计证据 如长期借款和长期股权投资的 期出余额 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这我们这里给大家很多说可能要做追加程序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证据 往往呢 放到主关题的小问里 你就考虑就是我这个程序 是不是已经获取了充分适当证据 如果你认为足以证明期出的情况 那就可以作为标准答案 认为他恰当 但如果说你认为这工作做的不够 那你就要考虑说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结果不能满意这样的一个点 好 那我们来看关于期出余额的审计程序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审计程序呢 我们首先啊要了解到期出余额的这个情况 了解期出余额情况其实就是拿到被审计单位最近期间报表 看一下对应的报表数据 就应当阅读被审计单位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以及前任注册会计士出具的审计报告 如有 好 那接着我们就做具体的一些工作 那具体工作 第一就是看上期期末是不是正确截转到本期 或在适当情况下有没有做出重新表述 就是上期截转到本期的问题 接着就是会计政策选择运用 是不是恰当的 有无变化 就确定期出余额是否反映对恰当会计政策的运用 这我们大前提 接着我们对期出余额呢 做一些具体的审计程序 这个审计程序包括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迪稿 那你要考虑到说这个查阅工作迪稿 前任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对与前任沟通的考虑 再来决定能不能用前任的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本期实施审计程序 可能给期出余额提供证据 第三就是期出余额的其他专门程序 这个运用上在考察中更为灵活 所以我们要考虑它这个证据的获取到底是否恰当 同时是不是能当作充分适当证据用 那一定要注意它是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还是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的判断 好 那我们到这儿 我们来看简单题的小问 ABC会计时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甲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 委派A注册会计师 担任项目合伙人 与首次承接审计业务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所以这个提干中呢 虽然我们有效信息可能不是特别多 但是大家要关注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 它明确告诉你首次承接业务 那对期出余额的考虑就很重要 那A注册会计师对2018年末的存货实施了 将年末存货数量调节至期出存货数量 好 针对数量OK了吧 可以啊 这个可以 并抽样检查了2018年度存货数量的变动情况 那这个我们相当于说 我推到这个期出 对期间变动实施一定的审计程序 没问题 好 就相当于到这儿 我就合理的把数量推到了期出 据此认可了存货的期出余额 请问存货期出的计价我们考虑了吗 没有考虑 那你光有数量没有计价 当然不行了 答案就是不恰当 还应对期出存货的计价实施审计程序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小问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期出余额 注意这个时下 是长期股权投资 那A注册会计是检查了 形成期出余额的会计记录 比如说啊 咱们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什么时候去进行投入的 那对应的 你可以找到对应的会计记录和原始凭证 然后对其进行检查 包括一些投资协议 被投资单位工商登记信息在内的 相关支持性文件 结果满意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 期出的这种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 咱们看看获取的证据啊 首先是形成期出余额的会计记录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包括说他应该后复了原始凭证 再接下来呢 就是投资协议 还有工商登记信息 往往这个被投资单位的工商登记信息 就能够体现出他这种股权结构变动的情况 就这个工商登记信息里 其实是包括了被投资单位的历史严格的 就他出现那种变更登记 变更备案的事项啊 他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工商登记信息当中去体现 那这样的话系统当中可以调出相关内容 是比较有证明力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验证期出的情况 那就足够了呗 咱们读的几个证据啊 证明力包括他获取证据的内容都是可以的 答案就是恰当就行了 那好 那我们就相当于结果满意没有错 就恰当就行了 好 那我们说到这儿 继续来看下一小问 ABC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多家被询单位18年报表 委托A注册会计师担任项目合伙人 与首次承接业务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扁公司一项工期两年的在建工程 于2018年12月完工截转固定资产 A注册会计师测试了该在建工程的本期增加额 检查了与截转固定资产相关的批准文件 资产明细清单 验收报告等 据此认可了该向在建工程的期出余额 咱们看看他是怎么去实施具体工作的 当我们说在建工程完工以后要转为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转雇的这个事里 他看到这些资料有什么 有批准文件资产明细清单 还有验收报告 一般来说验收报告证明力是比较强的 就类似于我们在这种采购里讲到的验收单 对吧 相当于能够证明在建工程转雇的那个时点 转雇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当时在建工程的情况了 好 那我们确定当时情况 往前推 推到期出 怎么往前推到期出呢 他测试了在建工程的本期增加额 因为有在建工程我们是不断的往里去投入 然后不断的投入成本 最终完工 对吧 那我们相当于知道他转雇的时点 知道本期增加额 那倒着往回推 你就可以推到期出 知道他期出这个时点的情况 那好 这也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就认为是恰当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考虑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工作 是不是真的能验证期出余额的情况 然后能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其实放到主观题里呢 我们会考的更灵活一些 会涉及到多个不同的报表项目及相应的事项 所以需要各位同学更灵活的去应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啊 就来看看审计结论和审计报告 首先审计后不能获取有关期出余额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相当于说我们要考虑 这件事情给本期审计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既然直接说叫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往往就认为关于这个期出余额呢 他对本期审计是带来了影响 那我们就根据具体情况发表恰当审计意见呗 那这个恰当审计意见是什么呢 这属于审计范围受限吧 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吧 那我们就给他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好 那我们第二个这个措辞大家特别关注啊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对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相关 发表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而对财务状况发表无保留意见 首先我要强调第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一个审计报告 它是不单独对某一张财务报表 发表审计意见的 比如我们这一个整套的财务报表里 是包括了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付注啊 这个五合一 作为一个整套报表来出现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发表审计报告的时候 这出审计报告 它就是针对着整套报表 发表一个审计意见 没有说我针对资产负债表 发表无保留意见 针对利润表 发表这个保留意见 针对现金流量表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没有这么去措辞的啊 所以咱们一个审计报告 就一个审计意见 先明确这个大前提 这个是没有被打破的 那我们这句话的措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句话说的叫做 对财务状况无保留 对经营成果现金流量 保留或无法表示 这么说 而如果你审计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确定期出余额 那你能不能确定期末余额呢 一般来说我们是可以的 因为针对期末余额啊 它属于一个10点数 对吧 就比如说我不知道期出的存货到底是多少 那么我在期末这个10点 直接去仓库里进行存货键盘 对存货记价直接进行测试 那我即使不知道期出是什么样 我也知道期末这个10点上 存货的一个实际状况 对不对 同样那我们对于这种应付款项 好假设我们先就是针对一个应付款项啊 那这个应付款项的期末10点呢 我通过韩正等工作 确定了这个应付账款的期末余额 但是他这个中间变动非常大 期出的我们有一些供应商已经联系不上了 期出余额的应付账款 我们是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 好那么期末这个10点的财务状况 能够充分确认的话 是不是对期末这个10点 假设说我们没有发现错报 认为也确实没其他问题 就相当于我们的无保留意见的思路 那接下来到期出了 期出应付款项你没有办法确认 期出没有办法确认 那你本期的发生额能确认吗 就没有办法确认了吧 因为期出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期末 那这个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的金额 我们也不好确认 好那么我们这个应付账款 如果说他的对方科目是相应的费用 比如我们现在要支付某些费用 对吧 那好对应的费用的发生额 我们就无法确定了 应付账款当中 你的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没有办法准确确定 其实对应的不就是 你的费用没有办法准确确定吗 费用没办法准确确定 是不是我们的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带来了影响啊 好那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我们真正啊 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时候 是因为这个角度 才有非无保留意见 好那同时呢 我们在发表这个审计报告的时候 他会这样去写 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保留意见 他会在这个审计报告当中呢 去说明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是什么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呢 假设就是说 针对我们这个管理费用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我们认为其实重大且不广泛的 所以给他发表了一个保留意见 从这个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的表述 你可以感受到 导致保留意见的原因是关于费用相关内容 那我们就类似于说对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是保留或无法表示 对财务状况是无保留 只是说你对于他的一个内在的理解罢了 但真正体现在审计报告上的时候 他没有单独的去说一个报告里会出现不同的审计意见 他一定只有一个审计意见 只不过形成审计意见基础部分 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决定了 你是针对哪个部分没有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而这个部分往往就是我们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的部分 那这个是处于潜在的一个隐含意思 这个说法的大家去了解 同时要理解他隐含意思 要知道跟我们后续学习19章确认的审计报告的这种情况 确认审计报告的意见的时候 是没有发生冲突的 好那我们第二是期出余额存在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挫暴 怎么办 这相当于我们考虑一下 咱们在跟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的时候考虑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在审计中发现期出余额存在重大挫暴 就是上期报表 审计又存在重大挫暴了 怎么办 提请管理层告知前任注册会计师必要时去举办三方会谈 但如果对三方会谈的结果不满意怎么办 三方会谈结果如果还不满意啊 那我们就独善其身 注册会计师就会考虑 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给他出一个恰当的审计报告 对吧 那我们到这同样的一个思路 如果期出余额存在对本期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注册会计师应当告知管理层 那如果有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呢 就提醒管理层告知前任 然后我们要求就是对这个错报进行相应的处理 对吧如果没有前任就直接跟管理层商量怎么处理 如果有前任呢就可以提醒去开这个三方会谈 如果错报呢他没有得到一个恰当的处理的话 那么我们就考虑对本期审计意见的影响 所以错报的影响未能得到正确的会计处理和恰当的列报披露 我们已经确定了他有错报 好那就是对财务报表根据错报情况的影响是否广泛 决定发表保留意见或者是否定意见 如果是重大但不广泛就保留 重大又广泛就否定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第三是会计政策变更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会计政策不是不能变啊 他必须是要符合于现实情况 他的变更一定是恰当的才行 如果认为会计政策未能在本期得到一贯运用 或者会计政策变更未能得到恰当的会计处理 或适当的列报与披露 那这相当于我们认为他有错报的情况 就是他没有得到一贯运用 而且他的这个变更没有得到恰当处理 我们都认为是不恰当变更 或者不恰当运用会计政策的结果的时候 那就是把它当做错报来对待 毕竟你的会计政策跟你现在报表对不上 对吧 或者说该披露你没有做充分披露 是当错报的 那我们就是应当发表保留或否定意见 那这个根据他的影响是否广泛来决定 好那第四就是前任注册会计师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本期应该怎么处理 特别说的就是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本期不一定会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本期根据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发表无保留意见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前任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的是2020年度的财务报表 然后我们呢负责审计的是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发现2020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前任注册会计师给发表的是一个保留意见 他给发表保留意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2020年他没有对期出余额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就2020年他对存货的期出余额是有疑惑的 所以他给发表了一个保留意见 好那你想啊 他相当于说在2020年当中是对19年期末存货 2020年期出这个存货没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保留意见了 但是2020年期末存货 他是实际已经进行过肩盘并予以确认的 到了我们2021年这个报表中 他所包含的信息 不就是2020年期末 2021年年初这个期出数据 还有就是2021年期末数据吗 就这个19年的事已经时过境迁了 对2021年审计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 那你说我在21年审计的时候会因此发表保留意见吗 不会 我在21年审计的时候可以认为这个事已经时过境迁 相当于解决掉了 这个解决掉了的话 我们就给他发表一个无保留意见就可以 发表无保留 好那同样啊 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 他进行审计 而经营审计呢 他要有一项重大的未决诉讼 对确认预计负债这块呢 存有疑虑 那确认的预计负债有疑虑 所以在20年的时候 是把他发表了保留意见 好 20年又因此发表了保留意见 这个是因为一个诉讼的原因啊 发表保留意见 接着呢 到了21年 这个诉讼就可能已经判决结案了 那判决结果已经有 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20年那个处理到底是否恰当 好 那我就知道说20年当时那个处理啊 确实是恰当 因为没有或许充分是当证据吗 给了一保留意见 可这个问题在21年得到解决了 21年得到解决 那期初没有问题 期末也没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无保留意见 也可以给无保留意见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上一期报表当中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但是呢 他跟本期不相关也不重大 那其实本质上就不应该影响本期发表的审计意见 我就可以给本期发表无保留意见 对吧 那会导致前任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可能对于本期财务报表发表的意见既不相关 也不重大 那注册会计师在本期审计时 无需因此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本期你可以无保留 结合我们这两个例子来理解 那接下来呢 还存在在本期相关并重大的情况 我们继续也用这个例子啊 说前任注册会计师审20年报表 我们这个注册会计师审21年报表 那接下来 对于这个20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 我们有一项应收账款 他对应收账款啊 没有办法去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就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呢 含证对方也不回含 然后对于这个应收账款 其他的这些合同文件啊 他支持性的证据也不完备 通过替代程序 也没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所以在20年这个期末呢 因为应收账款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给他发表了一个 非无保留意见 比如我们还是一个保留意见好了 到了这个21年审计 21年审计中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应收账款没有收回来 同时针对这项应收账款呢 我们在审计当中 也确实韩正没人搭理你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支持性证据 没办法获取 这还没有收回来 也没有其他的支持性证明 这个事在本期仍然相关并重大 甚至可能在21年期末 这应收账款还挂在账上 不仅期初有影响 甚至期末还有影响 那我们就依旧该给他非无保留意见 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 发表的是非无保留意见 那这个上级报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这个事项呢 对本期仍然是相关和重大的 在本期审计中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所以这个影响在本期继续有 当然了解决不了就依旧是非无保留意见 比如上期是保留 这个事延续到本期还存在 还有影响 那本期可能因此也要发表保留意见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单选题 下例有关期出余额审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A选项 这个选项稍微有一点超纲 就我们在第19章才会具体给大家讲到 现在我们就直接给各位同学科普相关他的结论 后续我们讲到第19章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的时候 再来具体说这个问题 好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已经前任注册会计师选须 或未经审计 注册会计师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 说明相关情况 这个其他事项段主要是给报告使用者来理解 注册会计师工作理解审计报告用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上期财务报表如果是已经审计 叫可以增加其他段 如果是未经审计 我们后续会讲到 这个未经审计对于我们本期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来说 风险会更高 没有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过的报表 总体来说期出余额更不靠谱 而且这证据又比较久远 我们风险要更高一点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叫应当增加其他事项段 说明相应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这是应当不能叫可以 A就错了 这个我们到19章在具体来讲 第二是如果不能针对期出余额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是什么意见 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而不是只有保留意见 好 C如果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确定的与期出余额相关的会计政策 未能在本期得到一贯运用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或否定意见 好 那没有一贯运用 我们是当做错报来对待 确实是应当保留或否定 好 D如果期出余额存在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且错报的影响未能得到正确会计处理和恰当的列报 那注册会计师怎么办 那相当于说有错报有错没改 本期还有错 保留或否定意见 所以他又没有考虑一旦这个影响广泛 要说否定意见这个事 所以D也错了 本道题答案就是C选项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多选题 下列有关首次审计业务的期出余额的审计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对上期报表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这时候我们看他对本期的影响 有影响我们继续非无保留 没影响可以无保留 注册会计师在评估本期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时 应当评价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 就算大家记不住这相关知识点了 你认真读两遍 你同样能把这个选项选出来 因为他说的是有非无保留意见 你肯定要关注吧 然后应当评价影响 这肯定没错 对吧 所以A一定正确 B为确定期出余额是否还有对本期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那应当确定适用于期出余额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会为期出余额单独定重要性吗 不会 因为对于期出余额我们考虑的是对本期的影响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给期出余额单独确定什么重要性之类的 我们在本期已经制定过本期审计的重要性了 那你其实都是以这样的衡量标准来运用的 那B选项就错了 C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抵稿获取的信息 可能影响后任注册会计师对期出余额实施审计程序的范围 当然了 因为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抵稿 是我们可以实施的一项或多项其他专门程序 这一项工作如果我们获取了比较多的证据 那其他程序我们可能就做更少一些 C没有问题 那D即使上期报表未经审计 注册会计师也无需专门对期出余额发表审计意见 咱们说这也是正确的 我们不会单独的对期出余额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也不单独针对某一张财务报表去发表审计意见 咱们这一个审计项目的报告里 它就是一个审计意见 对吧 只不过在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部分不同的措辞 可能是会针对财务成果或者现金流量更有针对性的做出相应的表述 所以本道题答案是ACD这三个选项 OK那我们是ACD 说到这我们这一节内容呢就结束了 那我们这一节就是期出余额审计的考虑 主要是在首次承接业务的时候才有必要去考虑 那对于我们的含义和审计目标 就是给各位同学简单了解一下 直接出题的概率并不高 就是各位同学要知道的就是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主要考虑的是对本期审计的影响 一个是期出余额有重大错报 对本期审计可能有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会计政策选择运用的恰当性 和是否得到一贯运用 对本期审计的影响 好那审计程序这里 有实施审计程序的考虑因素 适当的注意一下选择题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重点在这个 对期出余额需要实施的审计程序 需要实施审计程序中呢 咱们总结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 去回顾 应当阅读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 对吧 和相关的披露 同时呢 如果有前任审计 要看这个审计报告 那具体我们实施审计程序当中 你要看期出余额 是不是正确的截转 就上期期末 是不是正确截转到本期期出 然后会计政策选择运用 是否是一贯 是否是发生变化 最后实施相应的专门的审计程序 这审计程序中呢 又包括可以是利用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底稿 可以是在本期审计程序中 那对期出余额提供一定的审计证据 还可以就是单独的针对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或者非流动资产 设计专门的审计程序 好那审计结论和审计报告 这块我们就注意对审计意见的判断 可能会结合到19章当中 涉及到这么一个小问 比如说应该出具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的考虑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部分 就是对于审计程序和我们这个审计结论 审计报告的内容 这审计报告主要是我们应该出具什么类型意见的审计报告 好那主要是如果期出余额有错报 因为它会在本期报表中影响我们对报表的理解 影响数据的可比性 所以它也会作为错报影响到我们的审计意见 期出余额有重大错报 并且得不到感证 那就是保留或否定意见 如果说我们会计政策选择运用上不恰当 或者说它没有得到一贯运用 那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错报 同样是保留或否定意见 如果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如果上期是非无保留意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这件事跟本期依旧相关 那非无保留 如果对本期不相关也不重大 可以无保留 是这样的一个盆断 好 那我们说到这儿 这一章就要告一段落了 这一章我们的内容非常多 所以也占了各位同学非常长的一个课诗 但是从备考的角度来说呢 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在这几年考试当中 这一章的分值可以说一直是位列前茅 居于首位 所以需要各位同学对各节内容的重点 都要有所把握 毕竟这四节属于各有特色 都各不相同 没什么关系 相当于把一些重要内容 咱们拼盘一样拼成了17章 所以这17章内容请大家多多回顾 做题的时候也多多思考 像会计估计这种内容啊 还有关联方这个内容 从我们的近期年变更和考试情况看 会计估计一直都很重要 而且在考试当中会比较灵活 然后对于我们的关联方呢 是去年有重大变动 那考试当中考的也不充分 值得重点关注 相对来说 我们的持续经营更多会结合到 审计意见的考虑当中去进行考察 期初预额还算是考的稍微少一点的 但对于审计程序和相应的影响审计意见的情况 要重点把握就可以 好 那我们这一章也就简单的给各位同学提示到这里了 那我们的第17章到此告一段落 比如说我们特殊项目的审计啊 结束了 其实审计实务工作呢 也要告一段落了 从我们到第7章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从9章到12章 讲到了具体的报表项目都如何实施审计程序 到13章17章之间这一段呢 我们讲的是一些特殊事项如何进行处理 这个实务工作我们就要走到尾声了 18章到19章 咱们是审计工作的一个收尾 如何考虑完成审计工作 初具审计报告 那完成审计工作里 我们就会考虑如何去评价错报 还要做哪些工作 初报告中呢 考虑我们的审计意见是否恰当 还要增加哪些事项段 那我们的财务报表审计啊 这实务部分到这儿 就相当于迈出了最后一大步了 好 那我们就先给各位同学出到这儿了